新设九曲沟流域因为早年设计不良 每当雨势过大宣泄不及就容易淹水成灾 在103年时地方明代积极争取 列入流域综合治理计划当中 并争取纳入前瞻基础建设计划里 但该笔经费早在103年核定 工程进度却停滞不前 引发外界质疑 对此学历局表示 当初因为用地取得问题而胎死腹中 如今市府已经提出了新计划 预计10月份就能够开工 优先执行制红池的工程 照片中可以明显看到 马路已经被滚滚泥水吞噬 新设九曲沟流域因为早年设计不良 现在只要雨势过大 沟曲宣泄不及就容易淹水成灾 成为居民长周以来的梦魅 为了改善水患问题 在103年时将启程积极争取 列入流域综合治理计划当中 不过如今工程进度却停滞不前 不免让人质疑 之前因为这家庭也没办法 像这乡航来这里这么大 水来到这里已经都没了 还有这十月去这边头 不够大 现在我希望做到 那边回来 三次就都回来 水来这里 不说这里这么多 103到108 我们整个流域综合治理的经费 其实 湿水科西流域包含九曲沟 都是在这个能够使用的范围当中 所以我们也希望 地方政府跟水保局这边 能够赶快就可行的计划定案 然后赶快提出预算的需求 最重要的是赶快执行 不要让地方的民众 每到雨季 每到这个台风 或者降雨的时候 都要提心吊胆 对此水利局回应 103年时 因为土地取得问题 导致治洪池工程 胎死腹中 而改由优先处理分洪向寒 但因为涉及高压电线管线埋设位置 私有土地征收等因素 而迟迟未动工 又重新规划治洪池 为优先改善方案 经过沟通协调后 终于取得土地 预计十月份就能够动工 完工后将可减轻水患 并提供灌溉用水 用力取得之后 我们就赶快提 这一个计划 大概有1.2亿的一个 智洪池工程 赶快送到水管区 进来做指导 那审查的结果 顺利的话 连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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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10月 顺利的话 就可以满足推动 水局也表示 新社九曲沟流域淹水改善计划 除优先处理的 智洪池工程之外 要彻底解决水患问题 还包括九曲沟排水路拓宽 换加高工程 增加九曲沟的排水断面 期盼从上中下游 来彻底解决问题 谢谢乘装 台中采访报道